香港人自救,全民東元,香港共政團說不 今天呢,這裏就會有我黃陽達和立法會議員黃毓民 在這裏和大家做一個論壇,分享一下究竟我們在這個梁振英上台 共產黨治港的年代,香港人可以怎樣自救 那麁振英來的,那麁振英來之前呢,小弟黃陽達就先撐住場,好嗎? 有沒有不滿? 好! 有沒有投訴? 有呀,太遲了,來吧! 黃毓民有黃陽達,先撐住先行不行? 好!要撐住先行不行? 好!要撐住先行不行? 撐住一會先啦,都是姓黃啦,是吧? 雖然無牌少少,但都差不多啦,這樣 那麁振英又過來了,我呢,剛才都遲到少少,為什麽呢? 因為呢,我就過了那邊,那邊是甚麼門口啊?那邊是, 那邊是,駱斯汀門口,駱斯汀門口那裏, 荷里活那裏,那裏呢,那裏又搞什麽呢? 就是做一個,反對,版權條例修訂,支持二次創作,惡搞無罪的一個展覽來的 後面見不見到我啊? 見不見到啊?我生了矮吧? 要不高一點?要不高一點? 可以立即長高的,很實際的 這樣就高一點了 這樣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每個星期,已經是連續幾個星期在這裡 就一直搞論壇 之前,曾蔭權在這裡 又去搭這些免費遊艇 免費飛機,吃東西又不給錢 又去澳門搞春明 我們就已經搞幾個星期 一個叫做向貪爭說不的運動 我們就在街頭收集簽名 我們現在已經收集了 差不多有十萬個簽名了 我們就一直動員 就要彈劾曾蔭權 有些人就一直說我們 你只是跟這個政府對著幹 大哥,我們反對派當然跟政府對著幹 還有一件事,這是什麼政府? 這是一個有沒有民意授權的政府? 剛剛3月25日 就選出了這個新任的行政長官 那個行政長官叫梁振英 好了,他是一個後任行政長官 是不是? 是一個後任行政長官 好了,那時候 我們還未上台 他還未上台 我們就說不搞他了 對不對? 我們現界政府當然要跟他開拖 喂大哥,你真是 一個公務員 好似你這樣做去飲飲食食 喂,閃金華叫雞都被人抓去坐牢了 大哥 是不是? 老老實實 我們不要判斷閃金華 究竟 他用這個性服務 究竟是對與錯 但問題是你作為一個公務人員 公職人員 還要是最大那個 你這樣去做 當然就是愧對了市民 愧對了香港 愧對了香港的精神 香港的核心價值 那一陣子 很多人走出來跟我們說 香港的精神是甚麼 香港的核心價值是甚麼 說得最多的那個人 其實說得最多是有兩個人 一個是唐英年 一個是梁振英 兩個在那裡鬥暗 在那裡鬥暗面 是不是? 但是說得最響幫幫 最有民意支持的 那個叫梁振英 為什麼? 你真是問問身邊的街坊朋友 有很多人 都覺得梁振英做得不錯 尤其是現在 你知道嗎? 尤其是現在 他都未上任 他都還未做特首 他現在只是後任 你知道嗎? 後任即是無權的 後任即是不關事 未到7月1號之前 你和我們一樣都是平民百姓 是不是? 我們平民百姓對於香港 有甚麼看法的時候 我們會提出一些訴求 提出一些申訴 梁振英會跟你怎麼說? 梁振英會跟你說 2013年以後 雙非孕婦來到香港生仔 不用自由居港權 你一個人說了算 你說了就是 很多人不明白這件事有甚麼問題 我今天就是 以這個例子 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港共的時代 我們在面對甚麼艱難 我們在面對的是甚麼困難 往後爭取民主運動 我們將會遇到更多障礙 就是因為 梁振英這傢伙 實在太懂得玩把戲 他很了解民怨所在 他很了解大家對社會有甚麼不滿 於是他就著不滿 他就撲出來 扮為文化聲 他就跟大家說 大家不用擔心 醫院不夠床位 甚麼甚麼 生仔又有搶雜那些事 不用怕 去到2013年我一上任 過了沒多久 就全部不准來 你都沒有居港權 喂大哥 我們先不去討論 究竟 這麼多大陸孕婦來港產 這件事對於錯 首先現在法律規定那件事是對的 首先法律規定那件事是合法的 好了 好像我們這樣 我們都認為 香港的醫療系統 是負擔不了這麼多 的孕婦來港產生 我們要求 希望 有行政手段 可以阻止到這件事 我們要求 甚至乎在基本法上面 去作出修改 聽清楚是修改 不是要求解釋 很多香港人都聽到 這裏又亂了大陸 那修改和解釋有什麼分別呢 我們這裏修改 就真是黑白紙黑字 改了它 就不要 就在那裏說 任你講解釋 各樣的立場都有 但是問題就是 從來沒有一個人 好像梁振英那樣 我現在告訴你 2013年 他來到 都做不到香港人 喂大哥 這件事是有程序的 你知道嗎 那件事 要經過立法會 那件事 是要經過一個行政的手續 要經過法院 如果就算你是釋法 你都要經過人大 是不是 各樣東西釋法 你都要經過人大 你現在一個人講完就算 那是什麼意思呢 那你究竟尊不尊重香港的司法精神的呢 究竟香港還有沒有法律的呢 用最平民的說法 現在香港就有沒有黃法呢 一條人講完就算 講完就算 就當正自己是皇帝一樣 這就是港共治港的年代 我們連規矩都不用守的了 總之討好到大眾 總之 大家對聽 他就夠膽說出來 說出來做不做呢 再說 誰記得這麼多東西 我們每天這麼多新聞 這麼多議題 誰記得 但是曾經到時 是不是真的會限制那樣東西 誰記得 誰知道 除非到時再爆出來 最有爆發的民怨 各樣的行動 但是問題就是 我們是沒有辦法去監察到它 監管到它 因為現在立法會是閉腳的 好了 這傢伙 說得就說 取悅大眾 取悅這個民意民情 但是 他講過的東西算不算數呢 這傢伙講過的東西算不算數呢 這個港共治港的年代 就是一個疑似共產黨的地下黨員 竟然 可以 在香港 當選 成為行政長官 綁固了一國兩制 要求港人治港 我們當年 《中英聯合聲明》 講明 河水不犯井水 但是現在什麼都不存在了 他說想任就想任 他說要做什麼 他想做什麼 就做什麼 而且他講過的東西是不算數的 又記得 在這個特首辯論的時候 有個傢伙 那個傢伙都很契敵的 告訴你 那個傢伙 現在大家看到我 因為我長得高 而且站得高 但是如果那個傢伙站上這樓梯 你都看不到他的 那個叫何俊仁 何俊仁 我站到想頂點 我都是來到這裏 他加入政府團隊 然後然後 梁振英 當著幾百萬人 在電視上 跟他說 羅太退休了 沒事了 然後現在呢 現在就做了 後任特首辦的主任 後任特首辦的主任 你言由在意 只不過短短一兩個月期間的事情 你這樣都可以反口 還有 這個他都未上任 再推回前些 他 他們當 war後 懂得玩弄民情 打弄民意 當義士 你會否覺得要我脫衣 謝謝 猶豫 因為那裏有傢伙 你們看不到 不要看到 我站高一點 那家傢伙 看到我 sight 전� 다 ished 當時大家又記得在這個特首選舉之前 每個人最關注的是什麼 當時何俊仁走出來選 跟我們說要打倒地產法權 挑戰地產法權 你記不記得嗎 民怨 大家很了解 我們的房屋問題 有很多劏房的問題 租金 赤價 我們的居住環境越來越惡劣 地產法權賺了錢 天與海那些 明明是地下又說平台層那些 五樓就當一樓 完全是騙你的 好了 當時梁振益說要解決香港的房屋問題 他其中推出一個政策 叫港人港地 你們有沒有人知道有什麼 有沒有人記得有什麼 很多人都不記得 有些人立口 有些人完全沒有反應 都不知道港人港地是什麼 港人港地就只有一個港字 港人港地就是他當時推出一個措施 就是要限制地皮畫出來 興建出來的房屋 只是准香港人去購買 目的是在於什麼呢 就是限制不希望沒有外來的資金 再去炒貴我們的樓 於是整個樓市便可以降溫 香港人要買樓 我們去港人港地畫出來的地區 我們去到那裡就沒有其他外來資金欠了 那裡的價錢就自然沒有炒得那麼高 是不是 好了 推出了這個項目 我都沒有去計他講的那些 說什麼居屋幾多個單位 公屋幾多個單位 全部說的 說完之後 每次有些數字又有不同 我都不知道他自己記得 是否清楚 總之呢 人家說二萬他就三萬 人家說三萬 人家說四萬 總之是鬥大 現在又玩soul hand 說到天花林服 又不知道有沒有 但這些都沒有計 都沒有開始選舉 當他拿夠提名 數過那些票 但他自己都差不多的時候 立即那個港人港地 立即收回 沒有了一件事 港人港地 沒有了一件事 然後那些公屋居屋 幾多個單位 空口港幣 說不知道要怎樣執行 然後 然後 說明 不會被羅辦昭文 去加入政府團隊 但都沒有上任 就已經做了特首辦主任 還有 都沒有計 都沒有登天子衛 才殺人到 都沒有上任 就已經當成自己的行政長官一樣 指指點點 就來跟大家說 雙悲人婦 我會這樣處理 然後又說去重整這個政府架構 三C十二局 他嫌不夠威 搞到五C十四局 即是三條C他就覺得不夠 不夠死 三條C不夠 弄到五條C 五鬼混財 這樣就好了 五C十四局 這個人還沒有上任 還沒有上台 還沒有上任 還沒有上台 已經可以罔顧所有的司法程序 所有的立法程序 自己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 要說 為什麼這個人這麼大膽 為什麼這個人可以這樣張牙舞爪 兩件事 第一 香港的核心問題 就是在於 我們根本就沒有港人治港 從頭到尾都是一個詐騙 一國兩制 一早就已經名存失望 但是梁振英上台 就更加明正言順地宣佈破產 從頭到尾 香港只有一個權力核心 這個唐人曾入拳說得對 曾入拳一乘飛機回來 他現在掛著外遊 他現在整天外遊 整天不知道他去了哪裏 有些人就批評曾入拳 說他 喂 你什麼都不管 你這個等於是批鴨政府 是不是 你們認不認爲他是批鴨政府 他當然不是批鴨 哪有批鴨人經常到處去旅遊 他哪有批鴨人 這麼喜歡到處走 你說他三腳鴨都可以 只是喜歡走來走去到處走 東西又不見過他做 有成大半年沒有見過他 我告訴你 除了抓他回去審 那時候 梁振英大致是因為曾入拳說得很對 這隻三腳鴨到處走 一落機 然後被記者抓去幫咪 你認不認爲香港有兩個權力核心 然後曾入拳怎麼回答我們 香港從來都只有一個權力核心 說得太好了 那個權力核心 不是在天馬南 是在西環 所以 你什麼立法程序 你什麼司法程序 對於梁振英來說 完全是沒有關係 他只需要抓去中聯辦 溝通一下 我想這樣做 我想這樣做 就可以了 一國兩制 已經是完全破產 香港 的民主運動 如果再繼續 我們往後 那種和熙林的做法 溫和的做法 沒有辦法抓住事件的真正核心的話 我們永遠都不會為香港民主運動 找到出道 所謂香港民主運動 香港 這個政府 社會的核心問題 是在於什麼 就是在於 香港本身 並沒有存在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這件事 由頭到尾都是一個騙局 由頭到尾就是共產黨治港 現在正式 圖面 名正言訊 梁振英以地下黨員身份 坐著 香港特首 共產黨治港有什麼問題 我們 香港的民主派 八九六四之後 每一年 燭光晚會 我們都會去 我們去悼念六四的英靈 我們要求平反六四 但是大家不要不記得 我們最重要的一個訴求 我們要求結束一黨專政 共產黨的暴政 在八九年 它的殘暴一面 它對待人類的不人道一面 已經表露無遺 一個可以殘害自己的人民 開槍射殺學生的政權 這個根本就是無資格政的政權 問題的核心 是在於 我們要在 它政權的真面目 將它畫出來 就是由最根本的地方 去否定這個政權的執政合法性 不管 是中國大陸的中共政權 又或者是中共鬼派下來香港的港幅政權 我們根本上 是要否定它的執政價值 它的執政的合理性、合法性 我們要明白這一點 我們才明白我們香港民主運動的出路 如果我們只是說平反六四 好嗎 我們大家悼念 那有什麼意思呢 我們可以找到什麼出路 梁振英上台 他跟你說什麼都是假的 港人說你只有港字 說羅法招分會加入政府也是亂想的 結果現在又反口了 然後他就在那裡亂搞那些什麼五四十四局 雙非人會 喜歡怎麼搞就怎麼搞 他唯一一件事說真的就只有一樣 我當面問過他 其他記者問過他 面對著公眾他都說過 甚至乎在特首辯論他都說過 這個是由頭到尾我唯一相信要說的話 就是梁振英會衛香港的二十三條立法 也就是說在他的入內 我們將會見到二十三條重臨 二十三條很大件事 零三七一五十萬人上街 但是現在的環境和以前可以說是完全不同 我們被傳媒的自我審查 限制了我們的資訊接收 我們被一些騙飯吃的民主派 一班很團結的民主派 我簡稱為飯團那班人 整班飯民一個個一個飯 團結在一起就是飯團 就是被這班飯團去麻痺我們對於極權 侵略我們公民空間那種敏感度 而另外就是一條又一條限制我們言論自由 限制我們公民權利的法例已經一一通過了 又或者將會一一通過 替補機制剝奪了我們最基本參選權、選舉權 而最大的效用是什麼呢 就是要阻擋一個爭取民主運動很重要的工具 就是當年我們發動過的五區公投 一旦有這條網發過了 五月二號就過了 不要以為不關你的事 五月二號就過 過了之後 五區公投 我們手上這把武器就沒有了 沒有了五區公投之後 我們在立法會裡面 我們還靠什麼去抵擋它通過二十三條立法呢 抵擋不了 沒有了這個利器 第二 我們的民意、言論空間 一步一步被人侵上 為什麼我剛才會遲了過來呢 就是因為剛才那邊 荷里活那邊 就有個攤位 就是反對這個反權條例修訂 反權條例修訂 限制我們在網路上 惡搞的權利 往後 你看到唐英年 挖地動這樣的事件 你想再製造一張圖出來笑一下它 沒有了 沒有了 沒有了這些東西的了 往後 你再見到 這個這樣的 劉慧欽在城市論壇 跟你說 他就是 複青幫第二把交椅 我就是昂山素姬 你想製造一張圖 你也諷刺一下它 你都沒有了 因為為什麼呢 你貼一張這樣的圖 你犯法 你可能覺得 喂 我都不搞這些圖的 你按一個按鈕在網上 你轉發share 你也犯法 而且不是那個版權詞有人告你 是政府有權告你 是刑事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宣傳渠道越來越少 我們沒有了一些傳媒 去幫助我們 好像2003年那樣 大羅大姑 告訴你 你家裏擺一本書 都會被人抓的了 711一定要上街了 當時是吹街吹到這樣 才有50萬人出來 是不是 還有 2003年那時候 大氣電波路 還有兩支大炮 一支黃毓民 一支大班 是吧 現在黃毓民和大班都有開咪 但是已經不是大氣電波了 是吧 那時候已經想趕著你們了 我們發聲的渠道越來越少 接收資訊的渠道越來越少 我告訴你 就算過多一年 23條立法 出來上街的人 可能都是數萬之數 如果我們已經不再相信群眾的力量 如果我們已經不再明白 我們唯一能夠和暴政對抗的武器 就是群眾的話 在整個群眾運動 民主運動裡面 我們就會迷失了 我們會迷失了我們的路向 迷失了我們的方向 我們見到民主黨 公民黨 在很多議題上面 不斷地左左右又在北走 永遠都對不准招 譬如很簡單 他們現在又在商討他們二十個泛民議員 準備 希望 要啟動這個彈立爭議權的程序 別人一直彈立 之前已經啟動了 為甚麼之前又不支持呢 為甚麼現在又要支持呢 你說甚麼呢 你之前又說 不打那個程序上 不應該這樣 不應該現在是彈立罪 我們應該用PMP去查他 是吧 又或者不信任動議 直至到廉署去調查完他 都沒有結果了 我們才彈立他 他之前這樣說的 他之前這樣說 那現在都沒有查到的 他現在又彈立 講到尾這班人 就是因人廢言 總之動議那個人 不是泛民的 他們就不支持 他們自己覺得那個泛民 就是會和他們一起吃飯 泛民的意思就是 會和他們一起吃飯 吃飯 吃飯飯 只要你不是同台吃飯的 就不可以過來參加他們的Party 在這班人領導下的民主運動 你叫群眾 有必然能夠不去迷失方向呢 你又怎能夠去怪責群眾 參與社會運動的熱情 越來越低落呢 所以 第二 要真正地凝聚到力量 要做到港人自救 全民動員 一起去港共政權說不 我們必須要搞清楚幾件事情 第一 最後能夠相信的 只有自己 只有群眾的本身 只有群眾 人民的力量 才可以和暴政抗衡 第二 我們必須要搞清楚 我們不再需要一些 未目模糊的民主派 我們必須要明白到 要在這個暴政 港共暴政的環境下 爭取到我們最基本的公民權力 我們就必須要由最根本的地方 去否定這個港共政權 是沒有任何和起來的空間 還有 就是 我們 需要 為香港的民主派重新定義 我們要 為香港的政局 政壇 來一個大洗牌 這幫人 立法會你問 不要說你民主派 建制派 你幾十年就是這幫人 這幫人為香港的社會 香港的民主派動作有些什麼 經常趕來趕去 就跟我們說回 六四 零三七一帶遊行 六四開槍不是射你 大哥 六四 是北京的學生動員出來 大哥 犧牲的人 你拿著人家的屍體 踩著他上位 第二 零三七一帶來的成功 是人民的成功 沒有人可以 去偷取這個功勞 但這幫人 就馬上跟我們說 八九年 又怎樣怎樣 又怎樣 又怎樣 關你什麼事 那個功勞不是在於你 真正的相信的 是人民自己 是群眾自己 只有搞清楚這一點 我們才可以做到 港人自救 全民動員 向港共政團說不 好了 那我呢 就 看到那些鬼妹 就流了大汗 這個時候呢 其實黃毓民一早就來了 是不是 喂 喂 毓民你不要玩孫子 喂 喂 毓民 毓民你也說 我說了這麼久 都很期待你 大哥 你說 你繼續說 誰要我說 你看我那一說 他也要我說 他已經叫過麥克風了,那天三、二、五那天 耳仔,我們是為這些一代人去奮鬥,我們已經死了一輩子,死了一輩子,無所謂 我們每個星期和星期在這裏都擺輪塔,但我們能夠接觸的人,聽到我們講話的人實在太少 雖然在互聯網,我們自己自得其樂,自我感覺良好,因為很多人看我們的片 但那些不是選票來的,老實說,曾經有一個專欄作家就說 他們,即是有些老人家拿著一些水果金去吃水果,接著就說我扔招不會對 有些人,即是很多時候,你去爭取公義的時候,即是現在說他難聽一點,那些傢伙就來去坐牢 那坐牢可能有些人會想要死,經常搞事,就這樣,是不是 他不說你的坐牢的原理是什麼,所以香港人合該是混蛋的,我現在告訴你 這個梁振英上台,他是有史萊民望最低的,我告訴你,得票又最低,即是在一個小圓市選舉裏面 他拿了六百八十九票,給我零頭多過他,是不是 我上一次五區公投拿六萬多票,在九西,對上一次零八年選舉 我是泛民的票,三萬七千多票,那百比數也多過你這些小小圓市選舉 但他就做特首有無上的權力,昨天,梁振英最後一次來我們這個 即是西九調查梁振英,就是牽涉那個所謂的設計概念和平審 有無利益衝突的問題,昨天你的時候,我是很囂張的,我告訴大家 每一個委員問他問題,他都會疼的,包括李偉達,陳淑莊,每個問他問題,他都會疼你的 只是小弟問他問題,他不敢疼,因為我不是問他問題,我調查他 你做特首大賽嗎?這個是專責委員會,我問你,你又要答,不要跟我鬥一圈 對不對?這些是氣魄,然後他可能要拉開,還是要跟他一起想想 那時候才算了,起碼帶著他先,大家鬥一下他,因為現在是, 你控住他,第一次3月20日來這個委員會的時候,我已經批評他, 我說那些委員問你的問題,要麼你說不知道,要麼說不清楚,要麼就不記得, 這叫三筆,不知道,不清楚,不記得,我現在送三筆給你,不得揣測委員的動機, 不得評論委員的意見,不得迴避問題,傳召你來,不是邀請你來, 你來的事哪要回答,回答就說事實,不是拉你坐牢,做偽政, 不過他現在九成說謊的,你就娶他不唱,昨天在左鬥右鬥, 接著說,我們看了很多劉法會發給我們的文件,真相就越來越清楚了, 我希望可以懷我稱霸,這件事跟戴德良行無關,無關又要取消楊經文參賽的資格, 你瘋了,是不是,就是被人踢爆了,戴德良行,是有份做這個楊經文, 參加比賽那個楊經文的建築師,即是新加坡這個建築師, 參加這個所謂西九概念圖的比賽,你是有份,你是一個full team來的, 另外還有兩間公司,兩間測量公司,梁振英一直在強調, 他說我們是一個產業測量師,這個設計圖是沒有利益的, 我們沒有收錢幫他股價,我們沒有收錢幫他股價的原因是, 所有測量行都不會收錢幫他股價的,因為生意很大, 他是想著以後的生意是在追求客戶,大家在追求客戶,舉例這個降勢性的比賽, 這個比賽就是,你那個概念圖,如果得到獎,你除了一筆錢之外, 你是有機會拿這個幾百億的工程,對不對, 那你做測量行,我在追求客戶,大家在追求,當然不用錢幫你股價了, 梁振英已經拿這個強調,不用錢股價,但實際上, 叫馬哥, 我先說一下, 這個才可以妨礙我的言論自由的, 各位, 當然我現在有些事情我不能說的, 因為我們這個調查委員會, 這輯條例不太公路, 大家會討論自由 例如準時報道會, 請密諮詢, 請密諮詢, 請密諮詢